其实蛮简单的啦 主要你牵涉到几个问 第一个就是你要把它open 所以后面我们会多一个open的方法 挖幅之后的话给三个东西 一个是档案的路径 那如果你是放在你的根目底下 就是模组的根目旁边的话 那你直接给档名跟副档名就可以了 那逗点后面加一个R的话就读取了 写的话就是W 然后写到下面去的话 不是负写啊 W是负写 那就是A模式 有没有 另外的话可能逗点第三个 最重要就是说 如果你的编码方式 假如说不是微软预设的 像Big5那个的话 比如UTL8 那你可能要另外加一个encoding 等于UTL8 那如果你原来是微软的就不用了 OK 可是我讲的是Windows开发 如果有些人是在那个苹果电脑里面的话 那预设就UTL8 OK又不一样哦 所以那大部分我们预设是用Windows 微软的 所以可能会需要 主要是UTL8 大部分都是 针对哪一些呢 针对比如说你是从Google 得到的那些档案 那有可能就是会用UTL8 那其他的话呢 就是我们 把外部的档案读进来 那这个外部档案的话 它就点TST 当然未来的话 你也可以是一个CSV CSV的话其实还蛮常见的 那把它读进来之后的话 像如果是一串成绩 像我们上个礼拜是放了一个 ENG 英文的成绩 中间加UTL8 那读进来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读进来 但是读进来的时候它是文字 那我们变成 必须把它逐一转换成数字 那当然呢 一个串列 你不能直接外面用INT 用INT的话 只能一次转一个资料 如果你要大量转资料 那边你要外面这八个回圈 OK 那这个程式码云单上也有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的话呢 一样 就把这些资料 转完数字之后的话 分别计算什么 人数 然后总分 平均 另外最高分最低分等等 然后呢 并且呢 我们有 就是改成另外一个范例 会员资料 会员资料里面有50个会员 那如果我只要什么 会员里面的那个 这个前十个 那前十个当然 牵涉到什么 回圈的数量 有没有 你要几个的话 那第二个的话 你要拿哪一个蓝的话 那你变成你要什么 先切割 用SPRIT 有没有 有点像资料剖析 剖开来之后的话 你告诉它第几个 那它的编号一定从0开始 OK 所以呢我们如果要 姓名跟手机好像是 第二蓝跟第五蓝的话 那就是减1嘛 第二就变1跟4 那你就把资料给抓出来 这个是上个礼拜 讲到的部分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档案读取 又更进一步就是说呢 把那个全省邮局地址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 我们的C点底下 OK 这样比较要找 所以当然建议你也把它放上去 很简单 就是 把这25个档 怎么样呢 一个一个的打开 然后呢 并且怎么样 把它合并在一起 因为这边的话 假设 你要把这25个档案合并 以前的做法 你可能要先开一个空白的 然后呢 再把三重打开贴过去 Ctrl A 全选 Ctrl C Ctrl V OK 那你可能要 总共快速将要做25次 当然 档案数量 不算多 可是如果你每次都要再来一次的话 其实也很浪费时间的 可是用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 这25个档案 OK 快速的变成一个档案 OK 那后面当然我们要延伸就是说 最好是合并完之后 可以把旧的删掉 OK 那删掉完之后的话 再反向回去 再把什么 O里面 这个就是25个档案里面 这三重 一直到中立 等等的 我们应该会是到枫园吧 再把这25个 再把它分别 本来合并 再分割回去 所以我们后面今天要讲的是 如何把那个档案做 大量的所谓的合并 跟分割部分 OK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先开起来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针对刚刚讲的部分 把什么 档案部分 把它 合并完之后 把这些给删掉 那删掉完之后呢 再把 这个档 把它怎么样 再分割 OK 那分割的话你会发现 因为我在每一个档案跟档案中间 有多加了一个换行 让它做区隔 那我其实如果将来要把它再分割成25个档的话 实际上我可以用什么 两个方法 一个是SPRIT 切割 切割完之后 它会放在一个串列 我就把第一个串列的资料 把它另存一个档 第二个 再另存一个档 所以其实跑个回圈 基本上又可以把它分割回去 那这个部分 请各位稍微把那个上礼拜部分先开起来 这是上礼拜的东西 然后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接着继续再来看 那你会发现 上礼拜的那个部分 程式 感觉应该会很复杂 但实际上 你用Python来完成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还蛮轻松的 那主要的话呢 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了解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是利用这个OS.work 然后给它入境 刚才说 你帮我找一下这里面 到底有几个档案 档案的话就是 档名 跟副档名 前面这两个 它会丢失 只是我们用不到 所以呢 其实这两个 其实基本上可以暂时忽略没有问题 那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这个全省邮局地址里面的那个 档名跟副档名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把它抓出来 所以底下做的 其实基本上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把它一个一个的档案讀取 讀取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 打开 读取 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话 就是把它什么 合并 合并的话就是把它写出去 诶 写出去的话 记得哦 就是这三行 OK 所以这两行呢 是一个一个的读档 这三行的话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把它写出去 写出去的话有什么差别 你会发现哦 这个地方哦 我们上面这边是用R模式 这边的话是用A模式 这边用Read 这边用Right OK 最后其实 多一行是 一定要把它什么 close掉 OK 那想说不close可不可以哦 基本上这里如果不close的话 它会在记忆体里面继续存在的 OK 那会造成什么 将来你要再开档就会发生问题哦 因为它的记忆体散掉 那最后出现那个合并完成的动作 所以哦 上个礼拜的东西啦 不过可能我这边一定要先把它什么 先删掉 因为如果这个我没有删掉的话 它会怎么样呢 因为它存在了 所以它会怎么样 如果我现在再Run一次哦 你会发现哦 它其实不会什么 重新产生一个新的合并完成 OK 它会变成说 它的档案哦 本来是 86K嘛 现在变256 为什么 因为它什么 把它自己本身 跟 这些呢 全部通通合并了 所以啊 里面的话呢 会有很多重复资料 所以如果我现在再Run一次的话 因为它又更大了 哇 597 为什么 它又把它自己跟其他的 又appended到下面 因为appended的话呢 是负写 不是负写 是写到下面的模式 OK哦 就是appended嘛 插入模式 OK 就是一直插入到最下面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这边应该怎么样 其实理论上哦 这边其实应该要先做一件事 诶 也许先什么 先判断 对 这个档案 是不是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那就帮我删掉 才合理嘛 所以其实应该 在这个前面哦 我们应该做一个逻辑判断 诶 判断档案是否存在 OK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 判断档案是否存在哦 其实一样可以用什么 用OS的这个模组 有没有 其实我印象中 我有放到云端上 有列出它的方法 你只要把那个方法加进来 诶 这个部分就OK了 好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话呢 最好是怎么样 我们合并完之后 把这些全部删掉 OK 在这地方怎么做 诶 除了 删删 因为删 当然 就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啦 那这地方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着把 上个礼拜的部分 先稍微复习一下 OK 那这个范例其实还蛮好用的啦 尤其是如果你有大量的 资料会需要做 档案合并 或者是 档案分割的话 那其实都可以利用这个范例去做一些修改 那相关的程式嘛 其实云端上也有啦 你们可以到云端白板上面找到 应该是第五个单元 OK 第五个单元里面的话 找到 这个 合并 OS.work OS的部分 那个模组部分 这个应该是在 我在这里 OK 所以 稍微看一下 那个 OS模组二十三页 那我们这边的话 用OS.work 这第一个 第二的话 判断 那个档案是我存在的话 这边有一个叫OS.path 点 It is It is OK 那瓜五里面 你就可以跟他讲 我那个档案是放在哪里 然后呢 如果存在的话 那 我就把那个档 删除 所以第三个会用到的方法 删除档案 删除档案在哪 在这里 remove OK 所以remove 你一样的 瓜五把那个 路径告诉他 他就帮你把那个档案给删掉 所以其实OS模组还蛮好用的 有点像一般 我们在处理一些基本档案的时候 用到这个机会是还蛮高的 所以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其他的话还有像什么 建立目录 删除目录 重新命名 这都还蛮常用到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一些 批次档案的这种需求的话 有人要常要改一些目录里面的名称 那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来做 试试看 那是什么 暂 今有点 海里面的 开 我 看 不